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19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实作分享 还有总论 张医师我们今天一开始的实作分享 我们先放一个老师从2018年一直到最近 老师关于头部原始点按推的方法跟注意事项 我们把它整理剪辑出来 我们等一下先放这部影片 然后再接着我们有两个案例 一个是皮肌炎 一个是乳癌口干舌燥 放完这三个影片以后 再请老师开始讲总论医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放这三段影片 2023年整理更新 头部原始点按推手法 及注意事项 我们来找耳后的原始点 第一个手放着 然后拇指把耳垂拨开 以食指指指尖去测试 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这个位置就是耳后原始点 整骨下沿的位置 刚好就在耳后原始点 后面乳突骨对过来 然后再来整骨下沿 教会处就叫整骨下沿的起点 沿着整骨下沿紧贴着骨肉之间 然后延伸到脖子的大脖筋为终点 容易犯错的就是操作者会去转患者的头 这个动作转是很危险的 有时候一转就受伤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由患者自己转 好 请你转过来 这样才可以避免危险 第二个容易犯错就是工具的使用 当你要放到耳后这一点的时候 最容易犯错是 应该是在我们刚刚讲的 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然后掌心向内 结果有些操作者 他自己手就偏掉了 可能偏这里 也可能偏这一边 这样都不是掌心向内 这样的动作都是错误的 所以掌心一定要向内 耳朵要不要贴这个床铺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个距离 因为它怎么样 你是要弯腰的 那如果你贴近 这里反而不是你的空间 这里还是要有一个空间出来 你贴得太近 反而不容易做出来 应该是要有一个距离 这样 因为有一个距离你看 我就可以怎么样压下去 如果我能站在这里 这里斜进来 我这样垂直 变成怎么样 我是斜内侧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它的位置距离应该是 你容易撕离 然后能够垂直下去 这个就对了 所以应该是要站后面一点 第一个弓箭步 轻触 工具拿出来掌心向上 90度 然后下去的时候 记得身体要稍微靠 靠的意思是 如果你没有靠 有时候直直的 就变肘对肩就错了 肘对胸 好 那如果刚刚的姿势 容易犯错 一般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 屁股上来了 那这个力量是不扎实的 所以如果你要揉到很扎实 重心势必要怎么样 往下沉 就是我刚刚讲 蹲低一点 那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甚至有人在坐这里就这样 这样是坐不出来 就是会很累 然后一般都是在用手的力量 他不懂得怎么样 这里沉下来的力量 那这样才能够 做到很轻松 患者被揉的时候 也会感觉很舒服 然后第二点 第三点 越往下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把它稍微 拨过来一点 那这样你的力量就怎么样 不用到这里 又更下去 这样方便于操作 这支撑手也有很多人放错 就是放到头顶来 它事实上 它只是轻轻地放着 做你的支撑手而已 也有支撑手放到床上 也有人这样 也有人放这样 但一般很多放这样 就这样也在做 那个是不行 那个头要把它固定 要不然你这样揉 你也觉得不稳哦 所以它这里有 让患者稳定的感觉 那揉起来也会扎实 它头不会放来放起 也有这样的固定作用 好 那姿势做好了 我们的工具 第一个 手稍微轻轻扶着 然后手心向上 然后记得 这个不能翘太高 翘太高的时候 你这里90度 你势必身体要往后 才能保持90度 那这时候 头就会对着轴了 所以它这里要放下来 那放下来 你身体就要自然往前 那往前的时候 这里轴就对胸了 所以这里要记住 轴是对胸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斜度 如果你看 这一个直直的 那就是用手的力量 所以一定是这样 斜斜的 然后这个又放低 然后身体往前 那靠到胸 然后保持这里的90度 还有这里的90度 那这样都做出来之后 那而且这一条线 不能变 好 那这样就可以 很轻松的做 需注意的事项是 要注意的是 手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这样顶进去 而是 这样垂直下来 然后钟摆的动作 然后要注意的 还有 有最多人是 不是用手腕 而是整只手 这个都是错误 我们现在来按推 整骨下沿 那我们要按推对侧 这个要有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做法 比原先的做法 还要外出一点 这样保持一个距离 同样我们的身体 还是以患者 这个头部的方向 这样做出来之后 一样 辅助手 放在头部 整骨下沿第一点 位置就在这里 那我们把工具拿出来 用手肘掌心向上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如果要楼同侧 整骨下沿 最好叫患者的头 稍微往外翻 这样就有一个距离 如果不往外翻 如果是这样的话 距离太短 不容易按 这里会夹死 所以还是要这样 让患者的脸 尽量朝向你 好 那我们从这一点开始来按 按推方法一样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一般 这里还是要跟站姿一样 手要保持90度 这里最好也是有个90度 然后身体 是朝着患者的方向 而不是坐这样 这样揉 所以身体还是要稍微转过来 那坐姿这里腿 是以这个方向 也不是坐这样 所以这个位置先坐好 然后耳后这一点 如果它头在这里 你可以坐到比较前面 但如果它是 在揉整骨的时候 你坐就要坐到更外侧一点了 这是坐的时候 头部原始点 耳后跟整骨的差别 食指的工具 它的拿法 这是正确的 也就是拇指跟中指 按在食指的终结 中间这里 一般会拿错事 都想把它顶得更深 然后这两指 就会拿到底下来 以为这样长 才能挖深 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所以正确拿法还是这样 拿错了会影响到它的稳定度 也就是你拿太下面 这个会摇晃 所以务必已拿到 食指的中指节 那拇指跟中指 夹紧食指的中指节 这样就稳固了 那一般耳后原始点 有三点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三点 到接下来这里就软了 当然临床上 还有人痛到这里下面来 但一般都是在这里 也就是约列半根食指长 这个位置 那工具拿好之后 我们直接顶进去 顶进去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要按推身 身体稍微往前 往前靠 那这样力量就已经进去了 力量都不是出在这里 而是以身体去调节它的身前 所以如果这样就没有力量 但我这样一直往前 我也感觉得到 这时候食指已经顶到底部了 那按下去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靠前头摆动 那前头的摆动 就是这样 大家在看我前头不准 好像有一点旋转 但实际上 我下面是直线的 然后以前头摆动 幅度稍微大一点点 那这样患者反而会舒服 速度也不一定要强调很快 十字法的按推方法 也不是这样握着紧紧的 它一定是稍微虚虚的 然后这个才灵活 所以你握出力了 这里就变蛮力了 你握十前了 这里就硬邦邦 然后你硬邦邦也会给患者有压迫感 那第二个是大部分都是用蛮力 也就是前头不动 它就这样 就开始这样来回 这种力量一定是蛮力 那也有人就用手腕再这样 手腕不对的 它是事实上是前头在动 然后前头带着手腕 而不是故意用手腕来扭动 所以直接顶进去之后前头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手不要打太直 这样也是蛮力 一般都有微微的弯曲 这一点也注意 那有些人手腕 这样好像斜斜的进去也错 它事实上是要垂直的进去 这个方向一定要记得 是垂直的这样顶进去 然后踩向钟摆 这样就能够按推到蛮深层 那另外我们再来按推另外一侧 用手倾触着头 一般会倾触会错误 有些人会摸到这里 这是错的 我们要为了要固定 还是轻轻放着 然后放着之后 拇指把耳垂翻开 翻开之后用食指去测试 两骨之间靠近耳背 这个第一点 工具拿好 直接就顶进去 那顶进去 身体稍微往前靠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都已经下垂下去了 我的手是这样 这样下去 而不是这样 这样就按推错了 是有一点点这样 好 那垂直下去之后 好 前头向钟摆来回 你看他就痛了 所以刚开始第一个层次他不痛 到我再深入一点 什么叫深入 就是我身体往前 那往前靠力量就进去了 那我这样就没力了 那这样 所以这样的力量 他就感觉在痛 好 那我这样测试出来 我就知道 这样的力量就足以解症了 就是以每个人患者 他能接受为止 对 他会表达 所以其实我同样意到 那他第一点跟第三点会比较痛 好 那就这样 那这样来回三次 好 那这个 因为他测试 所以整骨 头部原始点 一般中风 这个头部都有问题的 就不需要问 那很多人第一次中风 第二次再中风 都是头部没有解决 你注意 这个手都保持平的 那这里要90度 所以当你这样 那没有力 那要怎么样 身体往前 那这样就90度了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了 你就可以这样做了 你就这样 这里放开 放开来 手腕 你只要稍微顶住了 那放开来 它其实是很舒服的 你越小心这样 反而它更不舒服 你看你这样我这样 是左右 不是 它是这样 中白 然后好像在挖东西 你放开来挖 是用手腕在挖 不是 你们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有时候又不动 然后这样就有一点 手腕没有松开 事实上它是这样 整个松开来 这样 这样就能够做到很深层 哦 这样 哦 差很多呢 真的啊 我这么 我温柔那么多吗 对 哦 那所以你还是有用力 对 用力 所以它感受到满力 这个 就不会痛 所以我的 我又可以伸 又不会给它压迫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提升的 其实哦 这里还是过去一点 你比较好做 嗯 这样做过来 不要在洞里面附近挣扎 好 那这里 它 你稍微比一下 枕骨在哪里 好 你直接就靠 我说这个手不能垂下去 垂下去你怎么做 这里一定是平的 为标准 这一个 好 像顶 如果超过90度 你就靠过来 那这样就进去 好 那这一手不能扶这里 是扶这里 把它固定住 好 那这样就能顶住了 会痛吗 嗯 比较不痛 嗯 都没痛 这里很痛 嗯 左边那边 这一点那么痛哦 嗯 那它的问题就在这一点 我们要现在按头部原始点做姿 那整骨下颜如果是同侧的话 那最好叫患者的头放在这一边 然后脸朝自己 好 对 好 那我们再这样就可以就可以坐过来 那坐过来整骨下颜 这里 身体最好转过来 然后对着患者 那对 对好了 好 这里是第一点 好 那这样 好 脚这样放好 然后手放下去 这里放下去最好平的 然后这里要保持90度 所以身体稍微往前 好 这就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 第三点最好把头稍微转过来一点 好 那这样手还是可以平稳的 好 第四点 如果你不转头 那这样就要更下去 所以最好还是把头稍微转过来 好 好 那这样就可以保持平稳 好 好 这是整骨下颜四点 在临床上 我也发现了 有一些患者 他其实是很怕痛 你如果一般用大力按推 患者会跟你对抗 然后你按就不能解证 然后患者因为按痛 他以后也不敢来 好 所以遇到这样的患者 第一个我们的手法 一定要懂得怎么由清而重 然后慢慢 再来深层进去 能够达到解证 这些技巧我认为 非常重要 甚至 在拿的工具 我们的手法几个工具 也可以稍作变通 他这样很轻松 也不会出很大力 只要太硬 他会跟你对抗 你就做不出来 这个我说不能用正常的 这个这个放出来 他这个握虚拳 这样就不会 不会太累 暗的人不会太累 那患者也能承受 这些技巧也能承受 好 稍微等一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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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痛 OK 我们的手 拿的工具本来是 拇指 还有中指 顶在十指 那这样顶 第一个力道比较大 把拇指放开 那个拳头一定要握虚拳 不能用力握 用力握 那就会很僵硬 很僵硬你按下去 患者一般受不了 这是在对于头部原始点 耳后 我们如果遇到 轻轻一碰就痛的时候 我们那个十指的工具 就可以做如此的改良 皮肌炎 皮肌炎在西医是没什么药 那你现在症状是怎么样 脸红 然后手啊 身体多病 就是然后会破皮 然后也会贴那个人工皮 好几个地方都破 破了它 为什么就要贴人工皮 因为如果没有它用到东西 就是会心啊 用到水啊什么 会心啊 会心啊 对啊 也自然破掉了 好 那你前身是吗 是前身 这个大臀还蛮严重 我上上上了礼拜还去住院 就是你那个炮疹嘛 引起炮疹 哦 炮疹啊 那你现在还有在吃药吗 这是免疫系统的 对啊 那个没有用啊 我刚刚已经讲 西医也说你眉的痣啦 你还在吃它的药 它都已经跟你这样讲了 你还吃它的药 那个药是控制你怎么样 痒的时候吃是吗 没有它是 我不知道它就只有说 那免疫系统的药就是这样子 所谓免疫系统我跟你讲 应该是这样说 人体如果有体力的话 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好 你如果没有体力 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差 啊你想想看 有没有一种药能让你吃的体力变好 那就是如果它的药 没有办法让你体力变好 那这样吃的药就没有效 那没有效而且西药是含凉 那你就会越吃越严重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 我的头现在都是瓶都是痒的 我知道 那我们要先找办法帮你绝结 但你靠那个西药已经是没有用 那没有用还不打紧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皮脊液所谓的免疫系统 我只能跟你这样讲 就是你全身几寒了 以原始点的讲法 已经非常寒了 寒到怎么样整个组织器官运作 它推动不了 没有办法维持正常 所以它会发出各种讯号来 痒就是一种 皮肤重呈现这样就是一种 都在提醒你 身体已经发出这些讯号了 那所以归根究底 你体力变差了 所以才会免疫系统啊 自医力都变得很低落 我这样讲你听懂 我这样讲你听懂 听懂 所以这个药有效吗 让身体更寒 反而有副作用 所以你觉得 这样的药对你一点也没有用 你还要吃吗 可是它都会一直痒 好 那如果不吃它会痒 吃了还是痒 那你到底为什么 为何而吃 你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你要好 那西医也跟你讲这个病不会好 那它已经说不会好 又给你药吃 那到底你在吃什么 吃不会好的药 然后这些药又是寒的 又会让你身体变得更差 不但不会好 还会让你更寒 那你为什么要吃 我问你啊 逻辑就不通了 你如果西医说这样吃一定会好 那你就吃嘛 所以你一定要有智慧去变 如果你吃是为了把病治 那可以吃 那问题 你都知道西药没有效啦 那还要吃 而且西药又好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如果听懂 那你今天会来 原始点就是改善你 就是要让你体力变好 那体力变好免疫系统就变好 治医力就变好 这样才能够根本治疗 我已经指出一条路给你走 那这一条路虽然慢 但不会伤你的身体 了解吧 譬如说你要运动 不要吃寒凉 心情要保持正面 避免一些就是情绪啦 对这些疾病的恐惧啦 那对你 观念比较清楚 痒好心态 那这样乐人就不会消耗 啊我们教你怎么样痒的时候 怎么来让她 civilization 那你有了方法你就不会怕 现在你那个最痛苦的是哪里 我的手跟脸 还有我的大脸 我三月二十五号 那个脊椎这里也是牙开的 确实是蛮严重 那一般皮肤的问题 它说喷了会痛 你等一下再针对它的情况再看一下 原则上还是要教它怎么涂 连颈椎都是 脖子都是 它头皮都是 头皮好痒啊 痒到不行了 头皮你回去用姜汤来洗它 记得一定要把它推进去 用力推进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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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会痒吗 会痒 可是刺刺的刺刺的刺刺的刺刀 你现在感觉比较不痒 嗯 对不痒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这个 嗯 我最后都有交代他们啦 就是保鲜膜不要用 好 这就是我说的皮肌炎 那皮肌炎它这样处理完 隔一天 他打电话说哎呀那个姜 姜粉啦 已经干掉在皮肤上 要不要去冲洗掉 那他打来问已经隔了24小时 我问他痒不痒 他说还是不痒 他表示哇这个全身这样涂抹 让患者恢复的特别快 那西药也不能止痒 他已经到这么严重 好那这个就是我说的 现在遇到这样的病 如果没有原始点 这种方法 他是很难很难好的 上次你来就是他有全身帮你涂 是 他涂完还有帮你按推 你当下好像就比较舒服了 是 那时候来的时候全身痒 是 那时候按完你也说有隔一天打来 好像你痒都有改善 你大概问一些问题 你们就开始处理了 是 到今天来这样已经有 三个礼拜了 哇塞隔太久 我以为你还会来 因为怎样 因为你是全身性 这么严重 所以我一直以为你会来 因为我自己不会坐车 然后今天是我女儿放假 然后我一直想说 希望她载我一次 然后下次我就会坐车这样 那你这两三个礼拜 你自己坐结果更 更严重 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我前一周就是方法不对 一到四是我先生帮我推的 然后她推的可能比较容易 但我的整个背全都垮 全都垮 全都垮 全密密麻麻 等于你先生推 推到皮都破了 对 这个本来没有的东西都长出来 这本来没有的就又扩散起来 刚刚按完养有没有改善 有 按完立刻改善 所以立刻改善 所以养要有人按 可是我现在她就是很棒 因为你是脾肌炎 全身性 是 跟别人不一样 你们家人要学 因为这个方法是治救方法 因为这个病要完全好 要有一段时间 如果有一个人带你 他学会 我们认真教你 教你 你回去就有人帮你 因为你背部自己推不动 对啊 他一定会痒 对啊 在家里他们只要按个差不多 顶多二三十分钟就 可是我先生回去就学了之后就 那个效果都没出来 因为他没有学成 我已经跟你讲 需要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他寒凉 以后你的问题还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才说 尽量你不要再吃西药 因为西药 西医也跟你讲没效率 他只是在控制 他事实上是控制不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把西药戒掉 家人来帮忙你 因为这个是治救嘛 这个很简单啊 涂姜粉泥啊 只要用心学 那个开关按到了 他就不痒了 那个西医还安排我去照那个 不要照 胃镜那些东西 我跟你讲都不要了 我是这样的建议啦 那你要去我也没办法 你事实上按一按 这里按一按 你现在胃也不会痛 因为你的胃跟后面有关 还有一点点 还有一点点等一下他在帮你按 应该可以立刻还 你这里的痛跟后面的开关有关 你这样一讲他在帮你按完 我们马上问 如果你不痛了 确定了 那就代表有效了 你还要检查嘛 我们如果当下帮你按 那这个就是阴啊 这里阴他照不出来啊 我立刻帮你缓解 所以你去照 他讲了那么多 你只会更烦而已 而且他的药又寒 那你越吃不止以后胃会出问题 有更多问题 所以教你会了之后 你们家人自救 也不要再找西医 最好也不要来找我 是这样的意思 你会了你为什么还要找人帮忙 因为西医那个免疫系统 那个抵抗逆差 是要靠你要运动啊 饮食要改善啊 你只要这些改善 然后再家人帮你服务 那这个就全部都解决了啊 你说这里痛吗 胃还在不舒服吗 那马上帮你解决 这一点最痛是不是 是是 好痛好痛 这边就不会了 就这一点 是不是 真的有舒服多了 现在还闷闷的很痛 现在舒服多了 所以你看你只要有问题 马上用这个 就可以立刻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也不吃药 也不用跑医院 这是最快 涂完姜粉泥嘛 涂完现在感觉 整个身体的状况呢 哇 我刚来的时候擦 擦了好几倍好几倍 真的啊 真的真的 所以热言进气还是最舒服的 对对对感觉就是身体比较枯燥 那边我一直想要哭 那种那种很不舒服的 那心里的那种硬度 那这一次的舒缓跟上次有什么差别 这一次就感觉就是热言比较进去 在涂的这一次热言又比上次更容易进去 对这次比较比上一次更深的感觉 涂的有更深入 我觉得他的手的力道是很舒服的 其实涂姜粉泥我讲课都有讲 他一定要稍微用力推进去 如果只是表面的涂 那热言进不了 舒服度也没有那么好 那我们在家的方法就是错了 那这样你整个身体整个包括按摩 温敷还有浆粉泥下来 现在身体是舒畅的吧 是舒畅的 真的是舒畅 而且我可以把情绪舒缓开来 所以你现在整个身体 包括胃还有刚刚其他的痒 应该会进一步得到缓解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脾肌炎上次有播一次 那第一次来就是全身性 那当时他有跟我讲 西医已经说这个没办法治疗 只能用药物控制 那事实上药物控制也是情况更加恶化 然后皮常常会破裂 破裂他严重有时候还要止皮 那上次处理完他就有改善 但回去他家人帮他处理三个礼拜 情况反而更加严重 第一个按推不到位 因为学了一次位置也不一定准确 然后按推的力量又太过 力道太过大 而且都是用比较粗暴的力量 然后推完还有涂姜泥也是涂到 有时候皮都破了 所以他感觉症状都没有解症 而且情况更加严重 那因为患者不知道怎么来基金会 所以这一次是由他女儿陪同过来 那过来刚刚大家视频也看到 他来了全身痒 那我们先帮他按推 按推完他痒就立刻缓解 但是他又提出他胃不舒服 那胃不舒服我也帮他立刻解症 按推完他就立刻解症 然后再帮他涂姜粉泥 那患者一再讲 两次涂姜粉泥的感受 他感觉不同人涂 好像最后这一次 他感觉最舒服 因为涂很均匀 然后又有一点力量 然后要涂之前 又把他皮肤有照热热的 所以这样涂下去 他感觉热油渗透进去 那所以刚刚大家也看到 他起来感觉 哇身体好久没有那么舒服了 他说舒服好几倍 那整个前身也舒畅 也不再痒 胃也不再痛 那脾肌炎在医学上是很难处理的 但你看原始点 同样这个医学很难处理的病 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 帮他温敷按推 就可以立刻缓解症状 我相信如果他家人 能够手法也学到好一点 那也知道怎么涂姜粉泥 那患者也配合饮食运动 我相信他的病是可以完全全疫的 那这个皮肌炎 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乳癌口干舌灶 现在感觉口干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有口水了 有口水了对不对 好 你这里不解开一直会口干 你就一直想喝水 事实上水又对你太多又不行 所以这个是体伤 引起的症的不适感 一定要从这里解症 再来一次 对我刚刚不敢按力 我要慢慢深沉 你口水就会多 一点点慢慢帮你按进去 因为他重病不能太大力按 一定要很有耐心 如潜入深 我现在是一层一层帮你按进去 我还没有按到深沉 你现在感觉口干有没有比较缓解 有口水 有口水 好我在最后再帮你按一次 好痛 好 好 忍一下 现在口水是更多了 嗯 对啊 好 我在最后帮你解决整骨 我现在在处理他的整骨 用前头发 然后脖子 也是用前头发 这里脖子会不会痛 会痛 会痛啊 那这个也有问题 顺便帮你解决 好 那这个按完 梳完 用指腹 三个指腹 把它顶上来 这样 我用三根指腹进去 然后靠在脖子的旁边 我们的筋 有没有 那事实上这两支用力比较深 那面积又大 所以如果没有按开你热炎是进不去 他 然后越温敷他越口干舌燥 就是不能解症 所以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直接解症再讲 然后花一点时间 因为重病你不可能 解症一下子用到很深的力量 然后他又不能趴 所以他的手法不能用 我们一般常用的 你现在嘴巴感觉怎么样 口水多了 口水多了 不会口渴了 对不对 可以吞了 那这里再温敷热炎就可以进去 这里下面放个红豆蛋 那昨天处理完 你感觉有改善了 那现在就是今天还有口干口苦 那我问你现在的口干口苦 跟昨天比较起来程度是不是有减轻 有 现在有口水有那个 有湿润 有湿润 昨天完全没有嘛 我看你很干燥 那表示还是有效 等于昨天按完到现在 他虽然有口干口苦 但是比昨天完全口干没有口水 是好很多 从这一点来讲 对 要按整股下移 这样 顶进来 然后 这个头 这样可以做 这样做一个交叉 然后你看 手就可以变得很柔软 一定要这样 然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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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随着你进去 好 那到深层 就这样 顶进去 这里很痛是吗 对 那这样手腕就变得很灵活 这是 羊躺的最好方法 我试过很多 一般还有一种手法 就是这样 用这两根指头 但是这样顶不进去 这个变一般的舒缓 所以一定是前头法 这样 那这样 慢慢抬进去 这个头 就这样被我这样顶 顶 它是顶进去 但我下来这样 有没有 这样 那我是用手腕 手腕在做 所以它这样 就好像在拨筋 简单讲 然后会很舒服 然后脖子也是 我在示范脖子 这样下来 这个就是脖子 整个就紧贴着 它应该 这样很舒服 对不对 这样面积又大 那这种是重病患者在用 就是它很稀 肉比较少 那我们这样 就可以直接顶进去 这样 这个手法 我认为是羊躺最好的方法 来你看 手 顶着 然后下来转 这样 这样 其实是手腕再转 这样转很柔 因为是手腕 我不出力的 只要用力就不对 所以我说重病就是要学那个柔机 要不然很难处理 这个手可以这样把它固定 然后有一点这样 你看 你看 你两个这样可以转得更舒服 有没有 好痛 好痛 好 好 昨天 昨天我帮你按完 你那个口干舌照 就有口水了 好 那到今天 你又感觉 口稍微干干 口有一点苦 是吗 好那 刚刚我们志工帮你做完之后 你那个口干跟口骨现在还在吗 没有 已经都解决了 口骨也没有了 好 那表示这里他都会帮你完全解症 好 这一个患者 他情况其实是蛮严重 我判定是应该命危了 那他是平以前就有内风式性关节炎 体质也蛮寒的 然后去年 去年 突然间乳房就肿快爆裂 然后开始烂 发臭 然后面积还蛮大 那也欠告患者说 一定要专心调理 但患者因为 要赢还是要生活 所以他必须要去工作 那工作来到基金会 其实他都很累 有时候提东西 我看走路都不稳 提东西也拿不动 所以体力应该算急需了 那来基金会 基金会的志工 都会很用心帮他 处理 有时候都要花一两个小时 差不多处理一个患者 就要花两个小时 因为他全身都不舒服 还要帮他全身涂姜粉泥 那 这一个影片是前不久拍的 就是患者 虽然也有按推 也有温敷 处理包括乳癌 那个伤口 但他那一天突然已经感 应该也不是突然 已经有一段时间都觉得 口干舌燥 那一天特别严重 嘴巴连一点点口水都没有 然后他那一天一直喝姜汤 他喝了很多 还是不能解渴 那我跟他讲 这个是头部体伤引起的 那因为患者身体很虚 又不能趴着坐 所以当然也可以侧躺 但他躺下来是最舒服的 所以我就以患者最舒服的姿势 来帮他做 那仰躺按推头部原始点 主要是用食指弓去按推耳后 量侧 那这样按完差不多慢慢按 按了差不多十几分钟 他本来口中很干 没有口水 就慢慢嘴巴就有口水出来 然后再经过按整骨下沿 还有脖子这些都帮他按松了 然后最主要还是头部原始点 耳后那两点 按完之后 他口干舌燥口水 口水有了 口干舌燥也改善 当天就改善 然后继续就温敷 然后也处理其他的 包括他全身痠痛啊 还有涂姜本泥这些 所以那一天时间也花蛮长 那隔一天他再来 他再来的时候 刚刚视频大家也看到 就是患者嘴巴已经有口水了 只是还有一点口干跟口苦 那第二次再做完之后 他口干口苦也不见了 也简单的讲就是 嘴巴那个口干舌燥 一直想喝水的现象 就完全解除了 这一个患者 为什么指得这样来讲解 也让大家了解 第一个我看很多 如果到了重病 已经命危 现象命危的时候 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 也是好像中医讲的 一派热相 那这些热相症状 最容易让医师 物以为是热性体质 而开含良药 你看他如果这个没有原始点 如果我还是当中医师的话 你看当我给他喝姜汤 给他喝水 他还是口干舌燥 甚至我都会想开含良药 如果我没有原始点的话 以前啊 我都觉得 这个明明就是热性体质 但很明显 有了原始点我已经很清楚 因为原始点从来没有冰敷过 按推完就温敷嘛 这个大家也清楚 所以一针二揪三用药 如果照中医来讲 你看外治法 针就是像我们的按推 那外治法就是温敷嘛 一样的道理 那当然三用药 三用药也应该是热源 而不是含 还有一个热性体质开含良药 那就没有问题 到了药 很多中医师就开始误以为 这种口干舌燥 一直想喝水 然后又饮不解渴 一定就是有火气 这个是千古之迷啊 但是为什么原始点讲了那么久 那很多中医师还是 会有这样的疑惑 第一个我的感受 手法可能会有问题 也就是像今天就举这一个患者来讲 他已经到命尾 身体已经很虚了 那走路有时候都会摇摇晃晃 那全身都是病 包括手也有水肿 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你看他都有水肿 然后又口干舌燥 里面水那么多 怎么会是算是热性体质呢 那这些水又没办法化掉 那如果在中医讲 这个可能都是热加上湿 那你用沥水的也不能解症 因为他真正的 刚刚大家也看到 他真正的口干舌燥 饮不解渴 不是他体质很热 而是他根本就是头部有体伤 这也是原始点 打破了这个医学的僵局 然后从石桌上去领悟的 但如果像这种重病患者 你用一般的手法按推几下 就想解症那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我光按这个患者 所以我光按这个患者就按了15分钟到20分钟 那十几分钟后他才嘴巴本来口干 那嘴巴黏一点水都没有 那事上已经喝了很多水了 那他又有水肿 手有水肿 那所以我建议不要再喝了 直接从头部解症 那这样慢慢的头部按了 耳后这两点我就按了差不多十几分钟 因为这个影片还是有稍作剪接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重病处理 你要把口干舌燥解症一定要很耐心 但一般我一般的志工要做出来 确实有一点困难 那也是因为志工有困难 或学原始点的医师也不懂 所以他认为确实就有热性体质 我是这么想是不是这样误解 但在我一路这样做 我是很笃定的 没有所谓热性体质体质 像这样的患者你按推 还是可以当下解症 即便他已经到命危了 而且又有肿瘤到 我看应该已经到末期了 又破裂然后又有发臭 那每次清洗也都花很多时间 那像这样的患者 我们还是可以帮他 除了温敷 还有靠手法的按推 也可以达到结症 那这个患者是阳唐 所以手法上 我是用十指法去做耳后 那至于枕骨下颜还有脖子 我是用前头法 那这样大家也可以实际上 只要懂得操作 应该是可以做得出来 但记得手法尤其前头法或十指法 一定要懂得用手腕的工具 整个手腕一定要灵活 而不是很僵硬 然后手一定不能出蛮力 只要出蛮力 重病患者受不了 他就不让你按 甚至他因为痛 他会跟你对抗 那这样对解症就帮助 就会有限 所以有些人就是用原始点 没有办法做到解症 那这样的患者 我记得还有一个血癌患者 之前也做过一个 也是来的时候 他整个脖子也是僵硬 那跟这位乳癌患者一样 他完全嘴巴是干到没有口水 那也一直想喝水 但是喝了一点又不能解渴 那情况已经很危急了 那他走路都很喘 也是命危的情况下 那我那个更加严重 比这个乳癌患者更加严重 那我就是光做他的头部跟脖子 整整做了三十分钟 就是只有头部原始点跟脖子 因为也不敢大力 怕也在消耗他的热能 然后慢慢游浅 慢慢推开再游浅入身 然后再游轻而重 然后手法都是很柔软的 不给他有压力 所以最近我也在教志工 像遇到这种患者 你要用食指或用前头法 那个握拳一定是握虚拳 不能用力握食拳 食拳你很僵硬 一顶进患者 患者就很痛 患者是受不了 所以一般你一顶进去 他大概几秒钟 他就不让你按推 所以一定握虚拳 那就用手腕的力量 所以很柔 那这样慢慢揉进去 患者就能接受 有时候要花多一点时间 像我说的 那个血癌就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然后那口干舌燥也就解症 但我相信这样的患者 很多志工应该是做不出来 那原始点如果做不出来 我相信不管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更难解症 因为这种口干舌燥 他根本就是头部引起的 那这个也是再说明一下 原始点他的理论 确实没有热性体质 那如果有一派热项 包括身体燥热啊 或是嘴巴口干舌燥 那你可以找出 相对应原始痛点来按推 一般只要处理得到 都可以立刻解症 而且速度之快 比吃药啊或是怎么样都还要快 好我就提供这一个案例 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老师我们实作分享的影片就放到这里 请老师开始讲总论一 张医师请您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十二总论 一 原始点医学概要 原始点医学是放空之间 从零开始 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研发之初先是重用内热源 之后通过找出压痛点按推 以归纳出一条脊椎与七处原始点 其后又发现外热源的重要性 经而确立症状经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无立即知效可按推换处痛点 外内热源之姜汤姜粉姜粉泥可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并在临床上经不断研发归纳 从而总结出通过观察症状 善用医疗保健支援 就可从骨推阴从阴处理 以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由此可见 原始点是以按推与热源做出来的 其因缘果理论及诊疗方法 就是在此实证基础上总结升华而成的 所以才能建立起一个说到做到的 展新医学体系 好 这个总论的第一段 就先介绍原始点医学的由来 原始点医学不是凭空诞生的 因为我太太得了乳癌 经过西医的处理 还有寻求中医的这些明医都没有效 而最后进入安宁病房 进入安宁病房 我又不放弃 所以就开始在西医宣判 我太太只能活七天的情况下 我是先用内热源 就是用独身汤 也就是人身重用 单一味 补充之后 我太太那个体力就比较好一点 七天过了 她也没有发生意外 整个情况都蛮严重 那时候只能躺 也不能翻身 我看如果这样躺 久了也会 不动也会死掉 我就请四个看顾 日夜前身帮她按推 她前身的疼痛啊 种种问题啊 甚至睡眠啊 就可以得到改善 也是从她的身上 才开始找 找出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 之前我在我的视频里面都有讲解了 这一点就不再介绍了 这里第一段就是说 原始点医学是放空之间 从零开始 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原始点是做出来的 它不是先开始有一套理论体系 不是这样的 才从点点做出来之后 理论再把它补充说明 是这样而来 好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研发之初先是重用内热源 开始用毒融融的红生汤 再来就是在找开关 这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 最后的结论也前后经过五年 一开始都是从我太太身上摸索 之后没有找出来的开关 就从我诊所的患者身上 再进一步把它完善 前后花了五年 开关找出来之后 第一个遇到的黑脚阿嬷 黑脚阿嬷 结果按推当然没有改善 她脚趾头黑掉 西医的检查就是血管没有办法 从膝盖流下来 一直坏掉 西医建议要截肢啦 也就是从膝盖把它砍掉 也是因为这个患者 内热源也无效 按推也无效 最后就是加强 揪也没有效 用中医的爱调揪 烟雾弥漫 时间又有限 效果也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就是先发明了红豆袋 也就是外热源 有了红豆袋 结果她24小时可以温敷 自然那个脚最后也就不用截肢了 而且痛也解除了 这是刚开始 先有内热源 再找出开关 再加强外热源 后来红豆袋之后 又开始对浆进一步研究 才知道外热源的浆 可以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再来就是按推 最后也确定 除了大开关以外 按推如果无效 尤其有一些硬结肿块肿瘤 你要解决这些 还要再患处 周围找压痛点 这样才能解决 患处体伤的 壮的组织受损 壮的 就像我说刚刚讲的肿瘤硬结肿块的异常形态 这样效果就会好 都是整个的研发过程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了解 我们看下面 在临床上不断归纳 从而总结出 要通过观察症状 你要懂得如何用医疗跟保健之言 医疗就是按推 保健就是热源 还有我们说的其他保健方法有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这一类 善用医疗保健之言就可以怎么样呢 从果推因 你通过观察症状就可以从果推因 用医疗保健之言就可以从因处理 来达到保命及疗医疾病的目的 那很显然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原始点的 整个研发过程 我们来看下一页 原始点它一开始 就是以热源跟按推为主 你说红生也是热源的一部分 歪热源黑角阿嬷 还有后来的姜本泥涂 直接涂到体伤位置 那也是热源的充分表现 按推从原始痛点 按到患处痛点 这些也是由按推 按推做出来的 按推是属医疗的部分 热源是属保健 由按推以热源做出来之后 我们的理论就慢慢把它写得更明确 观察症状从果推因 这里已经用到阴炎果的理论 你从外表症状或异常形态 老跟病都是属果 体伤及热能不足就是属阴 这些用的方法 好的方法 医疗保健之眼 或是一些伤身致病之眼 比如情绪烦恼压力 甚至外伤 种种的外颜 恶颜 也是属于炎的部分 阴炎果的理论 也就是在此慢慢建立 从观察症状 再从果推因 那些是诊断 再配合按推以热源 这些医疗与保健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 整个阴炎果理论 还有诊疗体系 再次建立起来的 那也因为这样 原始点是做出来的 理论说得到也可以做得到 他就最后建立起一个 能说到做到的 崭新医学体系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也知道 不管是中医也好 中医也好 你看那个书本 从皇帝内经一路下来 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 读了那么多书 你真正应用到患者身上 可能很少 读了那么多书 也未必能治病 就像我以前考完中医师之后 为了帮患者解症 能快速一点 我还去外面跟老师学 针灸 也是花自己的钱 如果说读书 读那么多 马上可以应用 为什么还要去补习呢 可见很多理论体系庞杂 真正能用 不多啦 也是说跟用 常常是不一致的 基因也是 讲的很多真正病 能做出来的 也不多 一样的 这是一个医学大部分都会面临到的问题 原始点恰恰是因为从零开始 他是做出来的 理论体系才如实表达 我认为我在写书 这一本书 一直秉持着一个理念 我怎么写一定要如实 如实 这两个字是对我最重要 我在写一定 背后要有案例来支撑 一定是有做出来的案例 他整个治疗过程 我都反复思维 是用什么方法而把病人治好的 这样写出来的理论 自然因为他都是做出来的 的描述 理论跟治疗就能够完全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医学体系 我相信也是创新的 要建立一个说到做到的 崭新医学体系 其实是很难的 原始点在这一部分是 已经可以做到这样 很可惜的 这本书虽然已经都写到这样 很多人有时候因为手法的不到位 或是观念的不清楚 或是信心不够坚定 以为他自己懂了原始点 结果当他最后不能解症的时候 用了热源或按推不能解症的时候 他又开始起疑了 开始起烦恼 开始是不是又寻求中医 是不是他们的理论对呢 又在这里开始想太多了 这个有一点就像原始点 明明碰多数他处体伤 按推就能解症 结果可能因为位置找错 或是按推不到位 或是重病你不能由浅入深 懂得慢慢的按推进去 手法一定要揉 因为你的手法很僵硬 又用蛮力 这些重病就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你就会怀疑 本来是他处体伤你就怀疑 这个是患处体伤 又开始用热源的使用 热源的使用热又进不去 又开始怀疑 是不是这个是属于热性体质 不是含性体质 整个理论体系又开始混淆了 有些越学越回去的也是这样 我蛮担心这一点 真正要把原始点学好 一定要加强手法 手法一定要到位 还有观念一定要很清晰 你才能够遇到任何疾病都能结症 原始点真正在大突破啊 研发的过程 我认为是从2018年以后 直到热源要只达体伤位置 尤其这几年 最近我也常常跑基金会 看一些手法的应用 我发现手法真的蛮重要 你手法不到位 有时候遇到重病 根本谈不上结症 我最近去教他们 一直教一定手不能用力 知识到位 这样才能 要由清到深层 一定要懂得身体放轻松 身体要往下沉 把工具带进去 这样才能够达到结症 最近在基金会 我也遇过几个 比如我们有志工 那个阳已经 脚痒已经很久了 别的志工也有按推 也懂得按推臀部 按推了老半天还是不能结症 我一下手 没有多久 就帮他结症 做出来的样子都一样 他揉不到深层 他不懂得用身体的力量 只是一味的用满理 这样自然 柔的都在表层居多 达不到结症 但是原始点说 他已经建立起一道 说到做到的崭新医学体系 看的人如果真的要学到 一定要手法一定要勤念 不懂的地方 一定要谦虚一点 提出来问 我也希望以后再问问题的 不管听众也好 或是我们的志工也好 你如果是在国外 一定要把按推的手法 影片拍摄起来 寄到基金会总部来 寄过来 才有办法帮你回答 要不然看不到 你说我每天都有在按推啊 你的按推可能跟我的按推就不一样 甚至这几年的发展 我也知道 还有一些地方 在按推头部原始点而后 竟然用拇指 那拇指我一看就知道 你轻微的症表层的症还可以结症 你到深层你怎么按进去啊 连工具都使用不恰当 那是不能结症的 尤其头部我按过也是几个 你刮食指有时候都顶不进去 何况拇指 也希望大家在利用这一本书的时候 读完之后手法还是要勤念 最好还是看我原来的 在影片上的一些手法 早期的手法教学 这些都都会讲的蛮详尽 我记得最近我们一个志工 头部原始点一直按不好 我纠正了多次 最近他在按推上进步很大 尤其用食指法在顶 耳后头部原始点 他进步很大 我就问你这几天怎么会突然进步很大 他说之前一直按不出来 反复看我以前的影片 还有一些错误的按推方法 纠正一些早期的影片 他从中慢慢自我修正 最后来我再看他的按推 就发现他突然间好像领悟到 按的方式跟我影片非常相似 而且按推的力道又能按到位 也能够人浅人深 这样才能解证 原始点在读理论的时候 我也鼓励大家手法还是要勤念 好 这一段当然是总论 稍微也把手法的重要性 特别再强调一下 好 我们看下一段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宇宙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定律 例如种子没有了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等 是不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的 将此种子辟育为因 则外在的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等条件就是圆 长出的果实就是果 此及众所周知的因圆果道理 为了理清疾病由来及疗愈疾病症状 可用上述指因圆果的理论加以阐明 因圆果本是假设的名词 彼此相待而生 为方便表述 先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则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因 即对身体有益或有害的缘 即与之相对待而成立 好 这一段理论上 我们是用因圆果的理论来把疾病 疾病还有处理的方法 还有到底疾病之因在哪里 用因圆果来阐述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等 这里写的都蛮详尽的 我就不再多做解释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影响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通过观察 疾病表现为症状 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 通过仪器检查结果 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 衰老表现为异常 而疾病与衰老皆属果 其因则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可直接产生症状及异常 热能不足可影响体伤 再有体伤导致症状及异常 缘可分为医疗保健之善缘 与伤身治病之恶缘 善缘如正确按推、善用热缘、 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等 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重获健康 恶缘如生气、压力、劳累等 会消耗热能、加重体伤而产生症状 但有些恶缘如车祸、摔伤、烫伤等 则可直接造成体伤而产生症状 这一段在我们疾病已衰老 就写得非常详尽 至于言的部分可以参考 我们影响身体之言 现在很多人书本上已经都拿到 你们从这两篇这里写的只是一个总论 比较简单 将近一点你们就可以参考这两篇 两篇里面写的都蛮详尽 我就不再多说了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由上可知 因要影响果必须借助缘 同理 缘要影响果也必通过因 单一的因或单一的缘都不会影响果 必须要因缘具足、果才会改变 切莫在诊断上将果作因 如把热向症状的果当成热性体质的因 而使果与因混淆不清 或错认果 如衰老是果、疾病也是果 却老病不分 将衰老异常当成疾病本身 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或倒果为因 如将异常及组织受损的果当成症状的因 而说疑病多因或果生果 或在诊断上 弃因谈缘 不谈体质差异的因 而说疑病 却谈疾病 却谈疾病之源 如细菌、病毒等 可导致疾病 而说原生果 或在治疗上 弃因谈缘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医疾病 却谈医疗之源 如疫苗、新药等 可预防疗疾病 可预防疗疾病 而说原治果 我们把这一段先解释一下 这里是承接上面这一段 提出原始点是以因盐果来解释 因盐果的理论 这里算是一个结论 因要影响果 必须借助盐 如果果是属疾病 疾病怎么要好 如何把它制疑 当然要从因下手 因要改变又要通过盐 来改善它 这样才能够解决疾病 同理 这里治疗的方法要改变疾病 你也要通过体质 这样看来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盐 都不可能影响果 一定要 因盐具足果才会改变 也就是一定要有医疗保健之严 也就是善严 来改善疾病之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体伤及热能不足改善 疾病自然就可以改善 疾病已衰老 一般我们都了解 我们一般常听到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如果从这一句话来看 有善因自然将来就会有善言 就会影响到因 因会影响到你的命运一样 同样的你做了好事 为什么不报呢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只是他的因盐还没有具足而已 再举一个例子说 如果坏人做坏事 照理应该要有恶报才对 那为什么还没有呢 已经有因 他已经做下这种恶因 那为什么还没有 因为他还没有被人家发现 还没有被抓去关 他的因言还未具足 你不要看他只有因 就一定会有果 做下恶因未必会有果 你做下好事也未必 立刻就会得到好的报 好报啊 报应啊 也不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要你做够多了 因言也具足 那你的命运自然就改变了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 从因缘果来解释疾病 很容易让大家理解的 因缘果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 比如为什么会有你 你当然是有母亲生的嘛 你就是果 母亲就是因嘛 你的父亲就是爷嘛 这样来看因缘果就很容易理解 同样这样来解释疾病的由来 也很容易理解一样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这里就说既然是这样 前面已经解释了 因缘果的道理 容易在诊断上出现问题的就是 缘果作因 这里举例的 如把热性症状的果 当成热性体质的因 而使果与因混淆不清 这里指的当然就是指中医啦 中医有变寒热体质嘛 他们认为热相症状就是热性体质 我举例来说 比如口干舌燥 饮不解渴 或是像那个皮肌炎 它的脸都是红色的 皮肤也是红色的 很红啊 这个给中医一看 哇 这个就是热相 一定开寒凉药 这个皮肌炎 我是除了按推以外 还要帮他涂姜粉里 全身涂耶 涂完有时候还要用灯灶 红豆袋温敷味 患者哇 他感觉从未有过的舒服 如果以中医热相症状 就等同于热性体质 这个不就误诊了嘛 或是像那个乳癌患者 他口干舌燥到 口都没有水分 一直想喝水 怎么喝都饮不解渴 这个一看也是热相症状 我们从头部体伤 帮他慢慢按推 体伤解开了之后 结果他就开始嘴巴有水分了 慢慢的那个口干也不见了 温敷之后 口干舌燥的现象完全都解除了 如果这个患者 又给中医处理 又误以为这就是热性体质 我蛮感慨的 那我一路讲没有热性体质 中医还是有些开寒凉药 他们还是认为有 偶尔遇到一两个 因为开寒凉药而改善 他们就更毒性 这样的患者 如果用温热药 万一他因为体伤没有解症 手法不到位 或是诸多原因 他没有解症 又喝姜汤 温敷 热又进不去 甚至会产生更多的不舒服 这个中医也是会误以为 是不是真的有热性体质 我做到这么久 我说没有遇过热性体质啊 如果有 我们当下来做嘛 我说医学就是要解决疾病 很简单就是把患者带过来 你用中医的方法 看能不能解症 如果不行 我马上做给你看 一般原始点 像这种照热的现象 多数症的不适感 经由手法按推再配合热源 他就自然可以解症 就更证实了 你看温敷也是用热嘛 也不是用冰敷嘛 这就更可以看出根本就没有 我理论上又写到这么笃定 我常常都希望说中医 如果对这一点有质疑的话 可以把患者带来 甚至都可以直播 我们用视频来讲解 就知道答案 真相不难探讨的 很可惜啊 我说过好像也没有中医师 他们只是内心认为不大可能 应该也还是有寒热 你的热性体质的患者 真的是做得出来吗 这个都可以大家来讨论 我觉得中医还是有很多需要改革的 同样中医很多早期听到我说没有热性体质 他们可能就因为观念不一样 他们很多根本就不看原始点 这个都在医学上如果要进步 其实应该都敞开心态来 大家都是要救病人嘛 这样大家做做看 其实答案很快就清楚了 好 这是我蛮多的感慨 也有遇到有一些医师 其实他学的原始点 最后还是跟我说有热性体质 这样我也无法再说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项 过错认果如衰老是果 疾病也是果 却老病不分 将衰老异常当成疾病本身 无端地使病人变多 这个指的就是西医了 西医用仪器检查 那仪器检查出来的 不管是异常指数或异常形态 他既非症也非状 既然不是疾病 所有身体的变化 我们前面有讲嘛 不是属疾病 就是属衰老 排除了疾病 那当然这些检查 异常指数或异常形态 当然就是属老了 老了 医疗不是要治老的 很可惜的 像这些异常形态 包括癌肿瘤 异常指数 高血压 糖尿病 血糖过高 就被要求要长期吃药 这些药问题也不一定能解决异常 吃到一辈子 可能都要被药物控制 即便异常形态 肿瘤 可以藉由手术来开刀 来解决 你从果解除 因没有改善 它还会长出来 很多肌瘤割了 它隔一年又长出来 甚至长出更大 肿瘤也是一样 为什么割了之后又会复发呢 道理不就是这样 因为它的因没有解决 那你从果下手 自然又长出来 何况这些果 有些是不需要治疗 异常形态 不一定要治疗 如果要治疗 原始点也可以处理 也不一定要割 还是要找出疾病之因 硬结肿块肿瘤 除了按推大开关 还要按推患处痛点 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配合热源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你把衰老当成疾病在医 那所有检查出来的 很多根本都是疾病了 这样病人自然就变多 为什么西医 医院越盖越大 医生越来越多 但病人也同样 越来越多一样 永远治不完 还有这些新冠病毒 引起的很多国家 医疗体系都被这些病人追到 整个都快崩溃了 以检查出来的病毒 作为诊疗对象才会这样 如果懂就不至于 西医的检查 第一个就是老病不分 后来还有把盐 也是当作诊疗对象 也是同样让病人变多的原因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另外倒果为因 检查出来的 不管异常或组织受损 这检查看得到的都是果 我说因是看不到 比如体伤 体伤指的是一个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的状态 造不出来 热能也是造不出来 你组织器官要运作 当然后面要有一个推动力 我们说这个推动力就是热能 就像电力一样 是造不出这个热能来的 它都是抽象的名词 凡你看得到都是出谷 很可惜的 西医常常以检查出来的 当成疾病之因 这样就会造成说一个病可能有多种因 检查出来有各种现象 也有异常指数异常形态或组织受损 反正你检查出什么都有可能是 这个疾病身体疾病的因 这样就会变成一病多因或有果生果 这个在疾病以衰老都有说过 我就不再多谈 在诊断上细因谈炎 不谈体质差异的因 确谈伤生致病之炎如细性病毒 可导致疾病而受延伸果 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那你要得到疾病 不是要看病毒本身 是这些病毒有没有影响到 体伤及热能不足 有才会造成疾病 如果没有 它也没有病 很多为什么感染了新冠病毒 已经确定感染了陈阳性 患者本身是没有疾病的 不要强调这个炎导致疾病 不是的 他还要看你体质有没有造成体伤 中医为什么讲 正气足则邪不可干 邪之所咒其气必须 谈的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你要生病一定你有体伤 邪之所咒其气必须 其气必须指的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如果以原始点的角度来解释 就是这样 那你有体伤及热能不足 才会导致疾病 你说感染病毒就会导致疾病 还未必 说感染了确实也没有症状 如果你这样笃定的说 以检查出来的细菌病毒 当作疾病之因 那这样就会犯了可导致疾病 而说延伸果的过失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在治疗上也是一样 气阴谈炎 太强调治疗的功效 如疫苗西药 这个可以预防疗异疾病 你不谈阴是不对的 真正影响这些疾病的 都是因我们的体质 这个在医疗与保健之业 我们也举了很多例子 我这里就不再重复 我们再把最后一段念一下 有疾病必有体伤 身体为了自我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故治疗疾病当从因着手 用诸善缘 同时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此外 要发大心大愿 随时观照内心 反省明察 断诸厄缘 如此则因变果转 治病不难 否则舍因诸果 或服难料 为智者明断 好 这里是这一段的结论 从因缘果原始点 认为处理疾病 一定要强调因 因变果转 治病不难 西医大部分是从果下手 如果你舍因 没有真正找到疾病之一 而只有从果下手 这样恐怕卧服难料 这也是希望读者明辩 选择最好的方法 从因治病 原始点是从因治病 中医大部分是从因治病 西医很显然都是从果治病 这一段 因为写得也蛮清楚 我就不再多说 我们时间也到了 我们今天的讲课 就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咯 下个礼拜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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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